我們今天要先來看的是這個雲端的服務的部分 那老師您進到我們這個OneNote群組之後啊 一樣的剛剛有跟老師提過這裡有一個互動白板 所以您可以隨時有問題就在這邊提出來就好 因為這個大家上次都用過了就OK 那這個其實也是什麼Google服務的應用之一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呢我們幾個 這個延期的部分的話 主要其實是以大家比較常用的這個Google服務為主 Google服務為主 那再來才還會有一部分是跟影像處理有關係的 因為現在影像處理其實在線上就可以做到很不錯的效果 不見得一定要學什麼軟體 你在線上就可以處理完 有其他的部分呢 像今天我們各位老師看到我們今天的短子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介紹這個短子的部分 短子的部分 所以這個大致上是我們今天主要會跟老師稍微提到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好